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志鹏开始采取拒付房贷等一系列动作 继续威胁其离婚 2016年1月 江志鹏再次向法院起诉离婚 并且查到江志鹏的银行流水 将近1300万的收入全部挥过一空 大部分钱用在了小三的身上 对此有网友表示 江志鹏舍不得给对手小球 结果给了对手一个进球 舍不得离开小三 结果妻子怒了 一个连对自己的家庭都无法负责的男人 还能要求他对国家队 对他胸前的五星红旗负责任吗 蒙古老新闻 传言总归是传言 还是等当事人站出来解释清楚再做评论 报道